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思 前一天给你们分享了一个大方筋的细法 然后你们都在说小思小方筋怎么细 然后今天我就把我评分了最多的这条 抱稳做一个53x53的细法 给大家分享一些细法 然后第一种细法超级简单 就是你们在穿毛衣的时候 一个特殊的一个用法 就是首先我把它先叠起来 然后放在脖子上 然后你就直接把它塞进去 这样子就多了一个层次感 尤其是如果说你的毛衣领口 会有一点大呀 或者是冬天觉得脖子会有点冷 所以这种方法就最适合你 然后第二种呢 也是我用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边先进一个细节 这样子 然后呢我们把它围在脖子上 用这一边把它放到 你看一下我手法 它直接摔到这里面 它就变成了一个像红叠组样 这样子是不是超好简单的 这是第二细法 然后再给你们分享一个巧妙的用法 就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戒指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手上这个戒指 然后呢我们给它在脖子上 直接这样子穿上去 然后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红叠细 然后戒指用法还有第二种 我们再用一下 首先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它叠成一个比较细的一条小细心 然后呢把它塞到一边 先塞一下 塞到一边塞进去啊 然后我们这样子给它 亮两圈 然后这边再把它塞进去 然后再侧边 这样子就带有一点点的小装 吃下去会更精致 而且避免大家不见解气不好 的一个尴尬哦 然后还要给大家再积一个 比较中性一点的戒指 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 一个牛仔结 牛仔结就是它会有一个小三角在脖子上 比如说这件的话 你看这样子折 但是最后会有一个小三角 然后把它反过来 这样子系在脖子上 然后在后面再打一个结 它就是一个稍微偏帅气一点 比如说你搭牛仔外套啊 或者说搭配一些比较中性的衣服的话 可以用这种戒指 还有进阶版的 进阶版其实我不可以 因为在头发上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 比如说我现在在那里 会这样子折磨我 然后就这样子 稍微试一下 其实这样子看起来 有点法式的风情 是很简单的 然后最后一种的话 我们还可以紧在包包上 然后把它这样子在一个时间 做一个产闹 好吧 那今天的一个 五十三成五十三的一个小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拜拜